中国导演郭敬明先前因抄袭事件 是具影视作品署名的资格 而他首度指导的长篇电视剧云之雨 日前播出后卷入《昧日争议》 网友们批评该剧 有多处出现日本的文化元素 包括发型、头饰、家会、建筑以及家具等 直言这些都不是中国历史上会出现的东西 不过也有理智的网友认为 在对比后不难发现两者根本不同 也直言当初是日本偷学了大唐的文化 而且广电总局都过神了 代表该剧没有什么问题 同时也暗讽某些网友 总喜欢把自家文化公手让给别的国家 一时之间两派网友吵得不可开交 也让不少人担心这部作品会被下架 白费了演员们以及幕后工作人员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